首相拿都斯利安华表示 政府已经决定禁止以色列航运公司ZIM 以及所有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 在靠马来西亚的任何港口靠岸 安华也说交通部将立即采取行动 对该公司实施永久禁令 并且在一个月后生效 安华今早发出的媒体声明中指出 这个限制是对以色列无视基本人道主义原则 并通过持续屠杀和暴行 对待巴勒斯坦公民 而违反国际法的行动的回应 他说内阁在2002年开始允许 以色列航运公司ZIM拥有的船只 在马来西亚港口靠岸的权利 然而大马政府在今天决定撤回这项决定 同时政府也禁止任何前往以色列的船只 在马来西亚港口装载货物 而这两项限制也立即生效 此外该声明补充 政府有信心这个决定 不会影响我国的贸易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